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大和全国政协都是副国籍 还当过五年国家副主席的人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谁 此人就是乌兰夫 一个来自蒙古族的新中国国家领导人 乌兰夫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从那蒙古草原走出来的 1923年秋 他与38名学生一起离开大草原 靠近北京蒙藏学校 来到了北京 随后 他认识了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 很快就入团 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 乌兰夫为中共第一个蒙古族党支部成员 也是中共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成员 后来 乌兰夫说 1925年时 全校只有120个学生 党团员就有90多个 搞得他们反动军阀很不安宁啊 乌兰夫的革命精神 很被李大钊欣赏 后背中 北方驱北送去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9年 乌兰夫从苏联回到内蒙古工作 起初 他只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但是他主动与中共领导人王若飞等人取得了联系 由此使得他随后打通了与延安的联系 也使得内蒙古地下党与毛泽东等领导的中共中央得以连接 在抗战期间 乌兰夫成功策动了百灵庙保安队反正 还组建了内蒙古人民的抗日武装 蒙西独立旅 有趣的是 他不是旅长 可全旅将士为他的命侍从 没有他的同意 就是旅长也调动不了部队 其他人更是不行 对于这样的传奇人物 毛泽东很感兴趣 1939年 毛泽东亲自下令召见乌兰夫 乌兰夫骑了三天三夜的马 奔赴延安 毛泽东亲自接见 并与他谈话 临别时 毛泽东赠送给乌兰夫一把马牌小手枪 对他的喜爱之情易于言表 后来 毛泽东又把他直接调往延安 具体负责民族工作 乌兰夫参加和命后 他的塔布塞村的家 多次被敌人烧毁 先是被日本人焚烧 后被郭敏党焚烧 前后烧了三次 日本人焚物的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不息 所有东西被复制一举 他的父母背景理想 乞讨为生 在流浪中先后去世 他唯一的亲弟弟 担任抗日游击队支队长 作战非常英勇 牺牲十年仅35岁 在延安 乌兰夫是我党民族工作的一面旗帜 1945年 在党的七大会议上 毛泽东亲自提名乌兰夫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 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为邓小平 林彪 随后 因为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派乌兰夫回内蒙古领导解放战争 清前 毛泽东又亲自与乌兰夫谈话 乌兰夫回到内蒙古后 果然不负毛泽东的厚望 1947年5月1日 他领导组建了内蒙古自治政府 成为全国最先建立的由中共领导的省级政府 后改为人民政府 这时 铁放战争才打响 内蒙古自治政府比新中国成立还早了两年 随后 乌兰夫组织蒙古族人民 先后参加了辽审战役 平津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 乌兰夫成为内蒙古的党政 军一把手 内蒙古人们在家中张贴的新中国新领导人的照片只有两张 一张是毛主席 另一张便是乌兰夫 可见乌兰夫在蒙古族人民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毛泽东称赞说 乌兰夫是内蒙古人民的优秀人才 周登来称赞乌兰夫 他是解决困难的能手 1954年9月 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乌兰夫当选为副总理 在十位副总理中名列第七位 排名在李富春 李先念前 他一共连任三届副总理 到1975年为止 时间长达21年 1955年9月在解放军授贤时 乌兰夫是唯一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副总理 这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1975年1月 他离开副总理岗位后 又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还是副国籍 1978年又当选为全国政侠副主席 并成为唯一同时在全国人大 和全国政协任职的国家领导人 1983年 乌兰夫更是步入了人生的最巅峰 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由此 乌兰夫成为邓小平第二大领导集体核心中的一员 1988年1月 乌兰夫从国家副主席岗位上退下来 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是他第三次担任此职 当年12月 他在副委员长岗位上去世 乌兰夫共有八个子女 四儿四女 有趣的是他的长子后来也连任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成为副国籍 并且也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主席 他的孙女 如今也成为了内蒙古自治区主席 为人瞩目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官方先生 虽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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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